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我头 让你对人生 别够忘彪彪 我买你兜彪彪 不愿驚驚 驚減少 思想让人 想要教 想要一个 劲甲头 我买自己兜彪彪 让我跪 唱甘鸟 等待你的哟 你的唱 跟你的歌 靠岸身 自己兜彪彪 我买自己兜彪彪 让你习惊 习惊 让你习惊 习惊 我买自己兜彪彪彪 我买自己兜彪彪 让你习惊 习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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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惊 自己兜彪彪 来 这个你唱的这个 到最后有一点激动了 对不对 这个情绪 还好有压住 对 现在全身在发抖 真的非常谢谢你 让我们的这个总冠军 又看到这个江慧二杰 来到现场的感觉 不开 不开 这个演唱的如何呢 应该最熟悉台语的 就是黄大卫老师了 来 你有接收到他当中的孩子 美败啊 美败啊 谢谢 谢谢 唱得美败啊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 我要学怎么说 唱得非常的好听 水 水 谢谢老师 水 这样就够了 谢谢你 水 好 因为现在每一位 这个评审老师 我们不看分 我们请他们把分数写下 而且要签名 然后请我们的这个助理的 这个超级曼妙性感的助理女郎 去收这个分数 但是可不可以稍微透露一下 来 这位性感女郎 可以开始收分数了 可不可以稍微透露一下 吴思凯老师 你给他几分 我给他三分 谢谢老师 为什么 首先这首歌 其实并不适合现场演唱 它是真的比较属于 录音式型的歌曲 但是我觉得预算 它有这样的声音 可以驾驭这个现场的可能性 因为它非常的细致 但是我不知道今天为什么 一开始他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不知道是紧张 还是想到他思念的人 还是想到他感谢的人 所以他唱的时候 一直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 我觉得江慧这首歌曲 是他在 事业最飞黄腾达的时候 在开完小巨蛋四场演唱会以后 看到很多天灾人火 然后写下了自己这个 嘎嘎嘎嘎嘎 希望用这个温暖的心 去让所有的人渴望被拥抱 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很可惜 玉珊有这样的嗓音 可以去诠释这样的歌曲 可是他没有把这个大温暖的感觉 唱出来 然后再加上唱歌的表现 有一些小瑕疵 所以我给他三分 所以这其实对所有选手是一个考验 因为总冠军 大家也看傻眼了 这么国际化的表演 这么国际的舞台 所以确实是有一点压力 但是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在第一轮 我们的玉珊已经跑到第二名了 他跟都督现在暂时并列第二 所以这一轮的分数 会影响今天晚上总冠军的诞生 玉珊先休息一下 掌声鼓励玉珊 谢谢阿姨老师 谢谢董事长 谢谢 接下来呢 我们的三帅要跟这个台北爱乐和唱团 一起来演出这首曹阁的 Super Sunshine